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我们继续使徒行传第21章1到26节 作为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 今天我们要一同思想的主题是 愿主的旨意成全 保罗在米利都和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告别之后 从第21章开始 主要是记载保罗要前往耶路撒冷的路程 以及他烫反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 保罗前往耶路撒冷的路程 就是在21章的1到16节 从帕塔拉直接开往到斐尼基的航线当中 需要横渡到地中海 整个的航程大约有640公里 而斐尼基是叙利亚沿海一带的地方的总称 推罗是主要的海港 在当时候地中海的船只都是客货两用的 每到一个港口就要装卸货物 因此需要停留几天的时间 保罗可能需要在推罗逗留大约7天的时间 这时候离五旬节的时间还足够 因此保罗想顺便去访问当地的教会 而没有直接去到耶路撒冷 当地的门徒被圣灵感动 知道保罗上耶路撒冷会有危险 但他们不知道 这正是圣灵催逼保罗上耶路撒冷去的原因 在树木的告别当中 他们知道从此以后可能再也不能见到保罗了 路加在21章第五节提起 其中有妻子儿女 让读者深刻的体会这事件的真实性 从推罗到多里买 大约有65公里 需要一天的航程 从多里买到该撒利亚 大约有65公里 也需要一天的航程 保罗到了该撒利亚 就进到了费利的家里 费利呢 原是耶路撒冷教会七个十四之一 费利一路的传福音 直到该撒利亚 因此呢 该撒利亚教会 可能是费利所建立的 有一位先知 雅加布 他曾经呢 预言天下将有大饥荒 结果呢 果然应验了 他是记载在 主行传的第十一章 二十一到二十八节 值得注意的呢 先知雅加布 只是预言 保罗呢 将要在耶路撒冷被捆绑 却没有说 主不许他前去 因此呢 众人的苦劝 主旨 显然是出于人的爱心 而非圣灵的意思 在二十一章 十三到十四节 记载到保罗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保罗既不听劝 我们辩住了口 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辩了 先知雅加布 被圣灵感动 遇见保罗将要 面临的苦难 并不表示 圣灵要我们 回避那个苦难 更要紧的是 要清楚的知道 主的旨意如何 一切呢 当以 愿主的旨意 成全 主的旨意 有时候 不但借着我们的 平安 顺利 得以成就 有时候呢 也会借着我们的 受苦 或受难 得以成就 因此呢 问题不在于 环境 是如何 而在于 我们是否有 主清楚的引导 正如 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八节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 我们如果是按着 神的旨意去行 受苦 有时候 也是与我们 有益的 在第二段当中 保罗探访 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记载在 二十一章的 十七到二十六节 保罗到了 耶路撒冷第二天 他就跟 雅各 以及教会的长老 会面 报告呢 自己在 外邦人当中 中间的一些工作 众人呢 就一起将荣耀归给神 另一方面呢 由于五旬节 即将来到 犹太人的民主情感呢 特别的高涨 再加上呢 部分信主的人 仍然热衷于律法 所以呢 教会的领袖们 也为保罗 这一次的到访 感到不安 因为呢 他们听说过 很多对保罗 不利的消息 而雅各是 主耶稣的 肉身兄弟 也是呢 耶路撒冷教会的 领袖 保罗几次的宣教 虽然 大多数是在 犹太的会堂里面 开始传道 有犹太人信主 但大部分 归信的 都是外邦人 为主 当时候呢 耶路撒冷教会 有许多的 犹太信徒 仍然呢 受到犹太教的影响 他们热心的 遵守 摩西的律法 活在犹太教的 传统里面 保罗承认 犹太信徒 对食物的看法 跟外邦人不同 以及呢 犹太妇女 在敬拜时候 蒙头的习惯 并且呢 保罗也为 提摩太的割礼 也在他自己 许了 拿西尔的愿 从这些事情来看 指控保罗 教导外邦人 这些居住在 当中的犹太人 要离弃 摩西的律法 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但是呢 如果这些热心 律法的犹太人 听信谣言 后果将会 非常的严重 于是 教会的领袖 就提议保罗 要采取一些 实际的行动 使犹太人 相信他 并没有鼓励 犹太人离弃 摩西的律法 同时呢 也清楚地表明 这样的控告呢 是不属实的 耶路撒人的领袖 就劝保罗 要行洁净的礼仪 经文当中提到 保罗呢 有怨在身 他剔了头 这些都表示 这是 拿西尔人的怨 并且呢 在许愿结束之后 在圣殿里面献祭 保罗呢 也为此付出了 归费 表明呢 保罗是一个 敬畏神的人 这是犹太人 所公认的 敬虔的举动 保罗听从了 这个建议 保罗呢 也从来没有扬言 犹太的基督徒 要完全地废弃 律法的 这些条规 保罗呢 在他的书信当中 反对的是 靠律法来得救 而不是反对 律法的本身 保罗曾经说 像犹太人 我就做犹太人 为了得着犹太人 像律法以下的人 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 我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 我也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从今天的经文当中 提醒我们 效法保罗 顺从主的旨意 并且呢 像什么人 就做什么的人 无论如何 总要传福音 为主做见证 做一个福音的大能有事 愿上帝祝福大家 感谢大家